新加坡能源集团展开东南亚首个大型地下变电站的工程 这个电力设施位于拉伯多可承担230千伏特的电量 为多达8个市镇提供电源 建造新的拉伯多地下变电站可省下3公顷土地 也就是相等于4个足球场的面积 充分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这也能降低变电站遭侵入或是破坏的风险 加强资产和网络安全 拉伯多地下变电站将坐落在前巴西班长发电厂所在地 这个电力设施一旦启用 将能够为附近市镇如亚历山大、金文泰、吉保、巴西班长和科学园等提供电源 变电站的建筑合约由韩国现代工程建设公司标得 能源说占地面上还将建设一栋34层楼高的商业建筑 变电站和商业建筑预计在2024年完工 拉伯多地下变电站是市区重建局2019年发展总蓝图的一部分